MING PAO TORONTO 收睇加油喜事,佳佳有喜事,又是我Marco 今天我又找封位,想落實西哥名古人最新的進展 之前4-6 棟已經交付了,目前準備交付9-11 棟 大概是何時可以交付呢 現在9-11 棟,我看到阿姨都已經搞定衛生 在上面一直打掃下來,已經鎖了門 預計今個月底再會通知一次業主 會叫他過來驗收,正式交付 沒錯,把鎖匙交給物業,我們可以預約收樓 相信9-11 棟交付完成後 其次的工人就會回去8棟做一個趕工 因為8棟都會預計,大概7月底交付 我都期望他可以順順利利,所以業主可以正式收回到自己心意的單位 另外,其實過來這邊,我們今天做一個目的 因為我了解到西哥名郡一棟還有部份的一個單位出售 他的性價比非常高,而且非常適合投資 而且其實在西哥名郡住的業主,真的可以買到兩套 然後做一個包租貨,包租工的 我們現在去一棟了解情況 我們都首當其衝,找了一間最似住宅的公寓 就是目前所謂的1231 那豐,1231其實有什麼賣點呢? 1231,首先入門口這裡有一個鞋櫃 我們這隻戶型這裡可以放一面很大的鞋櫃 然後進來是一個廚房 廚房這裡其實有窗 它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如果是長期自住,需要煮飯有油煙 你怕有油煙可以選擇這一隻 因為到時候這裡會做一個塘門 那就不怕油煙,油煙會通過這個通風口 或者是這個窗口 另外我想問一下,這一棟牆會不會打? 可以打的,這棟牆,不是實體牆 如果是考慮到通透性的話 可能打完牆會更漂亮 不過呢,其實這個位置 同樣都是要做梳化位的 其實鏡頭都是看一看 現在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景觀 嘩,非常靚仔 是看整個西岡的,很勤勤 對,如果梳化放在這裡 我們看出去就是鏡頭所看到的位置 可以看到整個西岡和山水 山水景是很漂亮的 另外的話,現在目前的居民樓 以後都會打造成為萬般的一個暴行街 沒錯,這個也是代賊的部分 然後整個暴行街做出來之後 我們這邊也不會受到遮殼 因為它不是很高的 看完整個城市夜景 看完整個光景,嘩,真是靚仔 這個位置以後都會做一個電視背景場 另外,西岡民魂這邊的公寓 它是會提供電視背景場做裝飾的 是交付到是直接有一個背景場的 OK,那我們看看房間和衛生間 先看這裡,衛生間 廁所的話,然後這隻廁所和其他公寓 就有一點點不同 它的一個洗手盆就是在外面這個位置 是真正做到光濕分離的 真真正正的光濕分離 首先,西岡民向這個位 另外的話,林浴區和馬桶 另外的話,其實廁所的景都很美 廁所都是可以看到光的 是啊,廁所都是可以看到光的 真的可以看到光景 它這隻壺形是單邊位,所以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很通透 OK,那看看房間 房間的話,大小適中 同樣地都可以看到整個西岡景 風衛,這一個面積是去到51個方 這隻比51個方大一點點 它是52方 52個方 另外它的售價是去到多少呢 這隻一口價是26萬的 26萬就可以用一套差不多住宅的公園 其實說真的,自己用來住宅 偶爾住宅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另外再去看其他的壺形 好 我們現在來到1226 面積段是去到51個方 比剛才一個少了一個方 可以看回目前我們所處的位置 以後就做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相比起剛才的獨立的話 我覺得這個面積反而我比較喜歡 因為說真的,你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整個空間格局感覺大很多 顯得廳,無論廳或房後 都比那隻壺形大一點 沒錯 隔有千秋 沒錯 到其時,我們依然在這裏會坐 沙發的位置 看這邊的話,中間會做隔斷 要選擇,接著做隔斷 真正做到一房一廳 如果有客人過來,你的私隱性會比較高 因為這邊可以招呼客人的客廳 這邊是休息的客房 另外,我們也說一下外面的景色 因為現在是差不多傍晚5點 這個西江景真的看到流連忘返 每次過來這個單位 其實我都覺得看到這個景色真的很舒服 很舒適的,這隻景觀 不過風華人,我都想問一下 目前對出那塊地 我聽過是曼達的用地 他預留的一個大概以後起到的層高 有沒有一個明確說法 他這邊其實主要曼達是做 度假區的二期工程 基本上他就是做一些酒店 或者酒店配套為主 他的層高,因為大陸這邊 近江邊會有一個限高 因為地基比較遠,而且近江邊 他不可以起太高 最高都是10層左右的高度 其實他已經是淋江淋堤壩邊 所以可能起得不是特別高 不可以像我們這邊起到二十幾三層 是不允許的 如果按照10樓來說 我們目前所位於12樓 基本可以做到不會太遮擋 其實說真的,如果考慮到 真真正正會有遮擋的情況下 其實說真的 這一套單位大概是二十六萬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元買一套 五十個方的一個工業產品 首先是兼顧了他的一個收益率 其次還可以 目前的話是可以看到這一片這麼漂亮的乾淨的話 其實我覺得性價比真的非常之高 再考慮到可能後期有些少的遮擋 但是他肯定就不會完全遮擋 因為十樓和十二樓 其次就是我們距離那裡有一段距離 因為我們中間還隔著大馬路 所以雙隔兩樓的一個差別 基本上我就相信以後都會看到一片乾淨 而且目前這個價格真的非常之便宜 還要不限樓層 如果是對這個單位有興趣的話 立即找回我們 我們現在再去看剩下的戶型 看看38方 好啊 這邊 我們現在來到一二一八 面積是去到38方 只需要18萬 18萬一道公寓 真是非常之划算 目前的話 鏡頭的左邊 就會預留了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廚房 到時會做好 交付給業主 右邊的話 就是一個衛生間 我們進去看看景色 其實說真的 買得西光明昏的話 十個業主裡面 九個都會追求它的景觀 以及它的交通便积性 目前的話 我們在18號單位 18號其實都已經可以看到大片的西光景 那麼 看到西光景之外 其實它的下面 就會是一個萬大的酒店群體 會在這個方位 它的話大概是五到七層高 所以雨衛十二樓是完全全 完全沒有遮擋 所以擋心它的景觀 另外的話 下面的就會是一個萬大的展覽中心 到時會展中心、展覽中心 到時真的 說真的 夜景就是五光十色的了 我們願望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新區 新區的城市面貌其實很漂亮 特別是它晚上的時候 正正看出去可以看到喜雷庚酒店 旁邊的網紅橋 還有燕陽湖那邊 體育館那邊 以後的話 它晚上的景觀 一樣同樣都是很漂亮的 是完全沒有遮擋 全部都會有一個夜燈做裝飾 好像那些網紅橋 喜耐登酒店 旅遊觀光塔 以後如果開了的話 都是會有夜燈的 所以看到整片的城市面貌 就非常靚仔了 說真的 這一套單位 目前只需18萬 而且是不限留層 而且 只要是38方的單位 全部同一18萬 相對來說 真的非常之划算 如果是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就一定要聯提我們家有喜事 我們可以 揭成為你服務之餘 在線幫你搶單位 我們剛才三個單位都看完了 38方 51方 52方 它的視線 以及景觀 各有千秋 價格的話 相差其實都沒有幾 說真的 都是相差幾萬元 最便宜的話 目前是去到18萬 我也想問一下 芳衛 如果它的付款方式 通常是以什麼方式去付款 我們的付款方式 其實現在除了可以選擇一次性 一個月付款之外 我們還推出了一個 一年免息的分期付款計劃 即是一年是完全免息的 而且是階段性那麼比 那我首付款需要去到多少呢 比方 以我們現在身處18萬的單位 它的首期的比例是三成 只需付54元 接下来就是三個月付一期 每期就是20元 每三個月付一期 即是付款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式網接了 沒錯 最後一期就是18萬 分之10萬8元 最後一期這幢樓便接近收樓 對的 這裡也是二三年二四 二三年的九月份 就交樓了 沒錯 到其時說真的 無論是付款方式 就非常靈活 還有可以網簽 正常網簽 然後還要是 投資性極強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自己Marco 就非常之極力推薦給大家 如果對西江名為公寓 那麼興趣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找回我們加油起市 我們會揭成維利服務 提供現在實際的景觀之餘 就可以為你排休解懶 我是Marco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加油起市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賣 暗賣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影片了